立鬼出现的那一刻 同学们才知道 当一个老实人彻底黑话 往往会比恶魔更加残忍 高三四班有个可怕的传说 每天早上 教室的黑板上就会出现一条信息 如果有人没有携带信息上的书籍 那个人就会被恐怖的立鬼杀害 并且在所有人的记忆中消失 但老师点名时多出来的名册 还有各处留下的痕迹 都在提醒着同学们 这个传说是真的 小帅作为班上的老好人 每天六点钟就会赶到教室 拍下黑板上的信息发到班级群里 这个工作相当危险 有几次小帅就是因为到得太早 差点和立鬼撞个正着 有一次明明在上课 可明亮的教室突然变得昏黄 周围的同学诡异地望着他 紧接着就整齐地用铅笔戳向自己的右手 小帅感觉自己是被立鬼警告了 可同学们不但不同情他 反而变本加厉地欺负他 反正只要面对恶鬼的不是自己就好了 小帅有时候想干脆不管这群狼心狗肺的同学了 好在班花小美一直给他安慰和鼓励 让他有了撑下去的勇气 可没想到第二天的事情彻底让他崩溃 同学阿杰的书本不翼而飞 班上的同学中也只有心地善良的小帅愿意帮忙寻找 可他没想到一回来就听到了让他心凉的一幕 而此时阿杰发现竟然是自己最好的朋友眼镜偷了他的书 更可耻的是眼镜还在试图甩锅给小帅 眼见七点的铃声响起 眼镜竟然直接抢下了书本 时间在这一刻停止 一条蓝色的光带出现在教室 紧随而来的厉鬼直接带走了阿杰 第二天小帅再次来到教室 虽然他已经不记得阿杰的事了 但小美说的那些话却狠狠刻在他的脑海里 他擦掉了课桌上的信息 发了一张昨天的照片 铃声响起的那一刻 恶鬼降临 这群自私自利的学生 终于尝到了自己酿下的恶果 小帅 小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